第361章 称尊做祖的来了 荒凉的戈壁 最近渐渐有了人气 不只是血神员等 要修在找古药员 其他大阵营也有人员涉足 我眼花了吗 你们看那边是谁 他们在做什么 三个大男人在 跳舞 有人驻足 在远处跳望 我没看错吗 那是王轩 他在干什么 满身是血 好惨啊 而且 他喝醉了吗 重点不是他 是那个身穿现代休闲装的男子 你们仔细看一下 我怎么觉得很像传说中的张教祖啊 我去 有人给了自己一巴掌 让自己清醒 然后 确定不是精神恍惚 而是真正看到了老张 正在那里跳沟活舞 这真是邪门了 传说中的老张啊 惊天动地 气鬼神 对妖魔有莫大的震慑力 身为后来者 连妖祖都忌惮 他被他一不小心给收去 然而 此刻 老张在干什么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不顾路人注视 三个大男人在起舞 这几名妖修 他们没有精神天眼 根本看不到圣灵 只能看到老张目着脸 舒展着肢体 别说 本领大 实力强的人 做出的动作就是流畅 而且富有道运 一点也不尬 有种阳刚的美感 你们几个过来 看着我跳舞 是不是要悟到了 有语华灯仙般的领悟 不得不说 老张就是淡定 有社交牛奔正 什么时候都在主导地位 还让那几个人过来 而后 他框框几下子 用秀极斑斑的铜镜 给他们来了个叩头纱 全部清洗掉这段记忆 催眠后放走 这是张教祖的黑历史 他肯定不让人看到后 出去胡说八道 但凡路过这里 都要挨上他一镜子 即便是美貌如花的女修 也不例外 有几个懵懵懂懂 走出戈壁摊的仙子 摸着银白额头上的 青紫色大包 以及流出的血迹 有点怀疑人生 这是什么状况 老张 你已经对16名妖修 21名人修下过手了 尤其是对其中 12位青春靓丽的仙子 你下手格外重 王轩说道 此时 他正围绕着篝火跳呢 并一边迎送经文 和那些圣灵切磋 居然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女仙重情 都是好人 我怕无法彻底消除 他们格外念旧的记忆 所以多给他们来了一下 老张答道 陈永杰无言 被你称赞得这么好 反而要多挨打 他们在这里 以经文会友 以绝世篇章的 深奥来论英雄 口诵的金片价值越高 得到的好处越多 王轩被圣火照耀 有些断骨喀巴 喀巴作响 再重新生长 怎么样 我的这篇至高经文 名副其实吧 万物为外感 世间只有一个人 竹仙 万事 所有这一切 大到浩瀚星空 小到指尖尘埃 细到微观世界 都是一个人的思绪在蔓延 这世间舍我之外 再无其他 而我的状态很特别 此时可能只是 洞土下的尸体 也可能是时光海中 一朵正在绚烂盛开的花朵 你有没有泪流满面的感动 发现了自我真实存在的意义 此后将去何方 王轩问道 老张抄起手中的青铜镜 就想给他脑门子来一下 但是 他最终又将镜子放下了 反复研究这篇经文 还挺投入 虽然他也认为 原作者有精神病 但是当中的确藏着 有非同小可的精力 来吧 交换 给我扶转 王轩说道 将后半篇经文给老张 他还真想看一看 张道领练到最后时的效果 究竟是成功 还是练到精神分裂 亦或是迷失自我 老张想了想 没有抵赖 用镜子在他手心照了一下 留下一道繁复的纹理 那是静光浮转 接着他又在王轩胸口 刻下一个平阳印浮转 在其后背刻下一个龙虎剑浮转 关键时刻 这就是大杀器 给强大的对手突然来一下 说不定会瞬间改写战局 你好人做到底 也给他一个浮转吧 虽说戴着银色面具的神秘人 主要盯着我 但危急关头 老陈说不定能意外绝杀他 行吧 老张点了点头 多刻写一个福传 也算不得什么 在陈永杰的眉心 刻下繁复的印记 看其形态 很像是一座山 颇有撑开天地的气势 蕴含着惊人的威能 很快他就内敛了 消失个干净 女圣王十分热情 拉着王轩跳舞 让他既紧张 又无奈 怕被吞了原神 关键是 他实力极强 难以匹敌 老张暗示他 好好配合 不然出事的话 大概就不了他 显而易见 圣王是和大幕中的 绝世高手 一个极数的存在 张道领 不见得能奈何对方 王轩将神经病重症 患者留下的经文 念给女圣王 让他如痴如醉 越发青春貌美了 拉着王轩 进入火堆中起舞 王轩真想跑路 那三张白惨惨的大脸 盯着他直流口水 这是要吞了他吗 不过 在火堆中 有接近真实的奇异物质 不断挣腾而上 对他疗伤有莫大的好处 甚至可以让他破关 在此期间 他的骨骼咔咔响个不停 不断恢复 骨髓发出绚烂的光 变得越发的有活性 陈永杰掌握有各教经文 不断诵经 也被圣灵拥促着 在火光盼 尬舞 肉身和精神在快速复原 目前来看 这不是什么坏事 两人养伤 积淀三圣堆的精益 从对方的诵经中收获巨大 受到启迪 这是一个神话文明 萧王后的余境火光 蕴含的经文 真要深度挖掘下去 惊天动地 属于至高篇 跳着 跳着 王轩竞盘坐火堆中 任篝火在身体上划过 他寂静无声 沉浸在漫天飘落的金片中 他很珍惜这次的机会 如果未来超凡注定消亡 再无神话 这或许是为数不多的 再次汲取各种经典的机会了 他和老陈在星星 为何疯狂出入各家密库 寻找点击 就是想在未来超凡崩塌后的 寒冬季节慢慢翻阅 在海量经文中找出路 现阶段不理解不要紧 先记下 未来去琢磨 用一声去参舞 他盘坐一会儿 就又起身和圣灵共舞 看那满天飘落的经文 文字 语言 自然是不同的 但精神层面可以共鸣 这时 远处一道白衣身影立足 飘飘然 要乘风而去 风华绝代 青丝扬起 美眸光彩点点 他露出一色 老张又想一同镜拍过去了 但看清是谁后 他默默转过身去 觉得这次丢人到家了 被同层次的人看到了 如果传到妖祖 齐腾 鸣血等人耳中 在绝世高手的圈子内 近人皆知 他的老脸真挂不住 仙子 王轩热情地打招呼 气得老张一同镜砸落下来 这要是击中 估计脑袋要大三圈 关键时刻 女圣王挡住了他 同镜落空 老张盘坐进火堆重了 和一张白惨惨的大脸去论到了 方雨竹先是出神 而后轻笑 清灵的脉步 留下一道美丽背影 带着仙气远去不见了 上仙 这没什么 那篇经文中不是说了吗 世界只有一个我为真 只要你不尴尬 哪怕全世界的绝世高手 带着异样的眼光看你 也不怕 何忧之友 陈永杰劝慰 当 他脑门子挨了一桶镜 摔倒在三堆圣火盘 好半天都处在发猛状态中 一天一夜 王轩的伤彻底好了 陈永杰也无恙了 经文莫及得差不多了 收获甚大 然后 他们两个果断跑路 因为圣灵允许他们离开 并未追他们回去 反倒是老张 被拉着继续论倒 你们属于哪个文明 既然消逝了 还以圣的形态残余 到底有什么意义 还是让我离去吧 老张开口 事实上 他没打算得到回应 因为圣灵和现实人 根本没有正常的交流 只是在隔着时空诵经 论到 仿似坐在时光海的两端 各说各的 我是你的祖先啊 这里都是你的列祖列宗 女圣王开口 悠悠叹气 居然隔着时空 真实地回应了 老张险些翻脸 给谁当祖宗呢 但他又忍住了 最后脸色变得严肃 这个圣王很强 居然可以这么交流 张道领沉默片刻 道 这一世 神话又如昙花在现 短暂美丽后 便迅速凋零 依旧找不到应对的办法 你们有给后世人的 重要启示吗 文明千玺 神话只留于尽 我们在最灿烂时出发 以人事件开路 披荆斩棘 想要找到神话不惜之地 举足远行 但是 最后却又气血而归 超凡长存被证伪 的确是短暂的意外 相对星空 每次只能存实瞬间 我们满身疲惫 得到真相 叠血而落 回到故土 以耗尽神话时间 没有出路 宇宙纠错 现实残酷 神话本是随缘生灭 我们过于苛求了 最后将所有的典籍 里气烧埋 让神话消散 看平凡演绎 趋于常态 老张麻木了 女圣王与其说是在和她隔空对话 不如说是对自身所属 神话世界消散后的总结 只是 他们终有不甘 不然何以化作圣灵 还在与后来者交流经文 这是一个神话文明的 逝去的先灵的执念 王轩和陈永杰 骨头长好了 脏腑复原了 重新精神充沛 肉身如虎 两人感觉强大的能手撕妖族 亲子了 但冷静后 他们又接受了残酷的现实 哎 也就能手撕齐连道 齐成道 针对上绝世高手 还是不够看 王轩反省 不禁叹气 他被带着银色面具的人 打得差点爆掉 到现在都还在猝眉 毫无解决之道 实力差距明显 无法改变 两人寻找女方氏 结果在戈壁中 转了一大圈 都没有发现先宗 最后只能 无奈绕着三身堆行走 未曾远离 老张被困住了 短时间出不来 戈壁中超凡者越来越多了 这说明 很多人都知道 古药园的传说 都在寻觅 我们也不能干看着了 三日后 两人吃惊 在大戈壁的边缘地带 接近精神世界的区域 近来了不少人 从妖修到仁修 各大阵营都到了 这是修行圣殿 一位年老的修士说道 连一些老家伙都跑来了 未曾逍遥游境界 想要接近精神世界太难了 对很多人来说 根本不可能 像王轩 陈永杰这样 在人世间早期 就曾修出奇景 捕捉到第一层精神世界 异域之地的人 那实属罕见 然而 在这个地方 无论你道横是否足够高深 都能接近那片神秘的天地 那是以精神力量 呈现的壮丽世界 而且 很难定义 这里究竟是 第几层的精神天地 任何一名超凡者 都可以在边缘 缓慢地向里走去 慢慢适应 在这里滋养精神 洗礼元神 前方 景物清晰 大湖精气蒸腾 高月毅力 神铺如银河 自天外坠落 云端更有 制篮药槽引现 真是了不得 王轩亚弈 这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事件 远处 有人在议论 道 摩斯进去了 直闯这片精神世界 急匆匆 似乎印证了一则传说 什么传说 有人不解地问道 上古年间 摩斯这一脉在魔道中 才是正统 现在的魔祖是庞系 可惜 昔日正统一脉的魔皇 想要回归现实世界 借到精神领域 想从这里出来 结果失去了音讯 众人文言 都倒吸冷气 何止是摩斯 据悉 魔祖可能先一步进去了 不会想去找魔皇的遗骸吧 人们议论纷纷 然而 有人摇头 道 你们想多了 魔祖可不是为魔道正统一脉而现身 他多半 在寻找其他重要机缘 我听闻 明雪老祖也进去了 不会吧 爵士高手来了两尊 其指两尊 有人看到天仙之祖 齐藤也曾显宗 其爵士法体一闪而眉 估计是这片精神天地中有古怪 现在 他们这种人物又来了 想最后一谈 很远的地方 王轩和陈永杰神色凝重 爵士人物的化身 都来了不止一人 这就有些离谱了 这个地方 肉身难入 虽然不算是绝对 但带进去的话 必然会成为拖累 王轩试了下 很吃惊 而后又喜悦 斩神奇在这片世界中 似乎 威力暴涨 第362章 精神一计 能打杀绝世生物吗 陈永杰问道 他念念不忘 想惰死那个 戴着银色面具的人 有点等不及 并且 他自己也取出一宝 准备检验下 看一看专杀原神的武器 在精神世界中的效果如何 王轩仔细感应 琢磨了一会儿 道 你想的有点多 约莫也只是和戴着银色面具人的层次接近了 再见到他的话 不至于丢掉性命 想一想办法 或许真能给他来一下狠的 那就不错了 找机会 一定要反过来狩猎他 陈永杰一下子来了精神 只要不是在被人强势碾压就行了 三天以来 他心中始终存在着大面积的阴影 担心万一在狱上 会否被那个绝世凶人直接打爆 嗯 效果出奇的好 陈永杰将锁魂中放进精神世界 汲取这里的能量 中体发光 清明间 银色连一荡样 恐怖 微能可观 不过 由于这片精神天地同现世相连 已经受限 强大的超凡规则 渐渐失效了 不然的话 锁魂中那可是绝世一宝 真要全面爆发的话 连猎先都能震碎 那种极尽的绚烂 只有在超凡规则最璀璨的年代 才能看到 王轩设了事 肉身进入这片精神世界后 像是陷入泥沼 能行动 但是太费力了 会成为累赘 据传 连绝世强者 前往最高等的精神世界中 采摘天药 都是将肉身保存在外界 只有元神前往 王轩道 我觉得 咱们差不多能自保 就不等老张了 看她的架势 估计还要和女圣灵愉快地跳舞很久呢 陈永杰点头 身表认同 老张颇受女圣灵欢迎 精神世界外部 荒凉的戈壁 现在真的不缺少生气了 人影绰绰 最近来了一大批先魔后人 人们彼此各自占据一方 他们轮流守护肉身 分批进入精神天地中 去洗礼元神 更有胆大者前往深处去采药 这地方的药草 自然非常珍贵 都是真正的精神领域的宝药 有人看到了王轩和陈永杰 露出一色 两人没有其他同伴 敢进去吗 如果将肉身留在外面 估计 很快就进入妖魔府中 远方 有妖修快速低头 怕露出冷酷的眼神 暗中着实不怀好意 都在安静地等待 在这种地方 无论你实力多么强大 只要元神出窍 胆胆离去 那么肉身便有可能会出意外 挖了个鸡 陈永杰扫了一眼 捕捉到远方一些隐去的目光 察觉到丝丝缕缕的敌意 戴上 王轩开口 身上又不是没有一宝 收走肉身就是了 他找了出没人的地方 取出黄灯灯的小葫芦 将自己的肉身收了进去 这件一宝 还是相当靠谱的 陈永杰也觉得 这葫芦较稳妥 也借胡存身 然后 两人开始武装自身 将各种精神武器 都取了出来 王轩披上了银色兽皮卷 问老陈道 银披风 不错 可惜不是白发 要不然就有点平头哥的架势了 专找绝世强者干架 老陈点评 王轩嫌弃 想了想 将黄金树取了出来 在浓郁的超物之下 他可大可小 将它缩小后 直接带在了头上 小树如黄金棺 上面棲聚着九只小鸟 这可是大杀器 对于保护他的元神来说 效果绝佳 接着 他又取出元神锁链 缠绕在手臂上 至于斩神棋 自然不能离身 这组精神武器攻防兼备 任何一件放到外界去 都会让顶尖人物流口水 全是传说中的神圣器物 陈永杰也没闲着 将锁魂中荡成头盔 扣在脑袋上 他练化得差不多了 能随意打出连衣 不伤自身 然后 他胸前挂着雪白法罗 手中拿了一把 锋锐的精神武器 蓝金匕首 两人没有立刻上路 而是在外围区域了解情况 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妖祖亲子 摩四 齐城道等人都早进去了 有人猜测 当中有宏大的超凡道统 甚至 有保存完好的 先天神魔的洞府 不仅有天药 还有吸针点击 当然 最为惊人的一则猜测是 这里或许有至宝 不然的话 很难吸引来 多位爵士强者露面 最终 王轩和陈永杰动身 像是进入海中的两条鱼儿 以原神在精神天地中远行 这种新奇的体验很特别 当深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根本感觉不出 这些景物都是精神世界的物产 那壮阔的大山 起伏的山岭 从天空中倾泻下来的赤红云霞 一切是如此的真实 无比的美好 在一个湛蓝的大湖前 王轩一个猛子扎了进去 浪花似箭 他的精神体顿时舒泰无比 这里有补充精神的奇异能量物质 隆隆 前方 一片绝壁上 参天古松成片 松涛阵阵 像是雷鸣般 这真是精神世界 王轩有些分不清了 再回首 看向身后的物质世界 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是虚 他想到这个问题 便又不可避免地联想到虚无之地 以及真实的源头等 在这片世界中 最大的好处是 元神可以飞行 再有一宝加持的话 那简直是急速 他们很谨慎 一路随着一些妖魔 猎先后代等 前往一个方向 看来 有些人找到了那片遗迹 深入数千里之后 前方 电闪雷鸣 狂风暴雨 景象有些恐怖 电蛇长达数百里 剧烈交织 许多人到吸冷气 不敢走了 难怪知道了目标所在地 这片地带的动静 实在太大了 但凡进入精神世界 转悠个两天 都能被吸引到这里 没有弱保护的元神 最怕什么 自然是这种浩大的雷霆 真要被劈中的话 闹不好就是精神溃灭的下场 这里拦住了很多人 仔细看去 最弱的都在八段层次 很多都是九段的生灵 更有逍遥游出气的超凡者 天灾猛烈 似乎常年如此 阻挡了众人前进的道路 我看到摩斯进去了 他身上有魔宝 可以挡住密密麻麻的闪电 那不是挡住 那是偷渡 一些人在叹气 身为魔道第四代核心人物 有绝世一宝防身 自然不出奇 这种雷霆 别说你我 就是地先来了 也得掂量下 不见得敢以元神 硬靠密集的精神天雷 远处 王轩漠然 精神世界中 居然也有闪电 属于精神层面的天雷 实在太特殊了 他在想 如果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人 还会将自己 当成精神领域的生灵吗 无论是山川 还是万物 亦或是天节 都这么的真实 走吧 王轩和陈永杰 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从偏僻之地 接近连绵的暴雨 黑压压的乌云 以及那密密麻麻的雷霆 你戴着银中头盔 会不会倒电啊 王轩看向老陈 要不要我用齐面给你挡来 这是精神世界好不好 你当是外面啊 陈永杰向前走 结果 轰的一声 一道雷光劈来 吓得他赶紧摘掉头盔 快速倒退 深感不可思议 看向天穷 我去 上面有人 故意劈我 老陈瞪圆了眼睛 感觉离谱 王轩也心头狂跳 他的精神天眼也捕捉到了 云层上有一片残寂 一个看起来血肉干枯 如同骷髅般的男子 正在泪动一个破骨 那电光直接披露到这里来 这闪电是人为操控的 陈永杰动容 而后惊呆了 他确信没看错 那个干枯的生物 是精神体吗 看着像是干尸 眼窝深陷 黑洞洞 难道是精神之尸 让我仔细看一看 别急着走 王轩睁开精神天眼 洞彻八方 他看到了惊人的景象 在云层上方 不止刚才那一处残寂 广袤的天空中 散落着数十上百处 类似的瓦砾区域 每一处地方 都有些上古残寂 漂浮着 并有莫名的生物 在泪动腐朽的破骨 动作机械而僵硬 这片地域 精神雷霆交织 不是自然而生 都是这些古生披落下去的 那些干枯的生物 都像是精神之尸 遵从昔日的指令 在死板地释放雷电 王轩 以其面裹着老尘 有惊无险 穿行过这片雷霆区域 过程中 像是走在天结降临之地 到处都是粗大的雷霆 穿过雷区后 依旧震耳欲聋 这里不是世外桃源 四野居然被宏大的雷光包围 那些精神闪电 形成了如同与天气高的城墙 以雷电为材料筑成 这是精神闪电之城 说是城 其实是废墟 到处都是瓦砾 没有什么完好的建筑 更有些荒凉的丘陵地带等 有情况 都在 天空中 我们要去的地方 可能要深入云层之上 王轩抬头后 不禁动容 地上都是断壁残垣 天空中漂浮着遗迹 流动着发光的河流 云层之上 有圣山巍峨无比 那个妖女也来了 老臣低雨 瞳孔收缩 她示意王轩躲在废墟中 又指向看着天空中 一座很小的悬空遗迹 那里有一堆火 十分绚烂 围着很多圣灵 而一个红衣女子 一昧斩动 立身火光前 轻轻转身 长裙飘起 宛若铃波飞仙 王轩动容 道 这地方有些离谱 一堆神话鱼镜之上的火光 居然只是入门的考验 被放在最下层的遗迹中 那上面是什么 她看出了异常 遗迹分层 那堆神话火光 似乎只是必经的门户 火光连着朦胧的通道 一直通向更上层的精神遗迹中 第363章 照亮超凡夜空 篝火跳动 圣灵围绕 像是古代的部落在晚间聚会 但仔细看 他们全都是先天神魔 红衣女妖仙丽身 在那里长裙飘舞 有的圣灵在接近 她的身体绽放元神之光 形成璀璨光环 逼退那些神秘生物 王轩惊醒 现在他们是元神状态 进入这个地方后 将会非常危险 和圣灵有关的传说 都是什么 一旦元神出窍后 便有可能会被他们吞噬掉 如雪落海中 引爆闻心而来的鲨鱼 老陈 戴上你的头盔吧 隔绝自身契机 一会儿别成为他们的点线 会说话不 陈永洁神色不善 然后瞥了他一眼 结果一看再看 张嘴想说什么 怎么了 本来没什么 可是 看你裹着那惨白的兽皮 确实让我心神不宁了 怎么像是提前蒙上白布了 火堆中 有圣灵中的头面人物走出 一个高大的男子 威严而强横 盯着女妖先看了又看 直接向他抓去 细雨萌萌 红色烟霞流淌 接着便是无尽的天节雷光 从女妖先的身体中绽放出来 将那一似圣亡的男子击退 两者对峙 而后 经文翻篇 火光中映照出一个大时代 那是神话圣事 无数的生灵都在飞天 驾驭剑光 乘坐神情圣兽等 这是神话文明的对峙 也是严肃的交流 最后 那男子退去了 红衣女妖先走入圣火 形成的朦胧通道中 情况有些不妙啊 我们不见得能进去 神话文明之火拦落 一堆圣灵在那里徘徊 飞至强者进去 有可能肉包子打狗 陈永杰看到了王轩的精神投影 见到了圣灵 眉头伸锁 先看一下再说 王轩传音 现在两人都以绝世一宝隔绝气息 躲在精神废墟中 周围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又来一个 悬空的瓦砾间 那团伙跳动 又一个黑袍男子出现 将头脸都覆盖了 看不出他真正的容貌 他很强 在这个地方 和逝去的文明残留的圣火对峙 两者间最终爆发了刺目的光芒 伴着射人的秩序符文 有规则之力在激荡 他一闪身 也成功跨过去 进入通道 前往更高层的精神遗迹中 这是设置了一个拦路的门槛 非一方巨头 根本进不去 王轩琢磨 挥动斩神器的话 或许他们也可以闯进去 但生硬的杀进去 动静实在太大了 他和陈永杰 不是真正的绝世强者 倚仗的只是外物 高调出现在名处 很有可能会被人找机会干掉 那孙子也在上面 老陈脸色微变 在第二层悬空的精神遗迹中 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子 如同幽灵般游荡 无声无息 在寻觅着什么 这时 女妖仙登临此地 两者对视 而后那戴着银色面具的男子 竟在瞬间出手了 极其强势 哄 他整个人化成一道皮链 仿佛自宇宙深处积舍而来 带着宏大无匹的气势 凌空而行 轰向女妖仙 他竟这么强势 敢主动攻击那妖女 王轩吃惊 从了解到的信息看 红衣妖主在大幕后 杀过不止一位绝世强人 是踏着同级生灵的尸骨崛起的 战绩赫赫 还有人敢主动惹他 轰隆 第二层精神遗迹中 两人瞬间接触 不朽的元神之光 像是两轮大日撞击 胜烈无比 让遗迹都在大动荡 仿佛要坠毁了 果然 这孙子强的离谱 难怪敢不将王教祖和陈教祖 看在眼中 确实牛奔的邪乎 陈永杰惊叹 突然 一个满身惊霞 像是带动着一片金色星海的男子 从第三层遗迹中降落 急速而至 他快到不可思议 像是扭曲了时光 刹那出手 轰向女妖仙的后背 一次有默契的狩猎 朦胧地通到那里 黑袍人竟也突兀地出现了 凌厉而霸道 宛若一轮黑色的大日横空 杀向红衣女妖仙 三大志强者不约而同地出击 攻杀女妖仙 像是一次有预谋的杀戮 等候她多时了 这姑娘要挂 被三大爵士强者阻击 一次完美地谋杀 陈永杰探到 在大墓中活下来的生灵 果然没有一个善茬 够强 够狠 这才刚开始 就想扶杀当下的 沙妖族第一强者 惊人的光束绽放 第二层遗迹被他们打爆了 漫天都是瓦砾 到处都是流光 超凡规则余波在震荡 如潮水般起伏 起初 王轩还没反应过来 陈永杰在说 姑娘 一阵后才到 被他听到 保证打死你 老陈不在乎 啊 这你就不懂了 比你大的姑娘 绝对不喜欢你喊他前辈 王轩没搭理他 密切注视战场 三人出手太快 普通超凡者 很难跟上他们的节奏 各自发出原神之光 像是四片星域在撞击 现实世界 大戈壁中 许多人惊得抬头 感受到了一种 莫名规则的余韵 淡淡的涟漪在扩张 突然 这片闪电之城 都站立了起来 红衣女妖仙 接引这片精神世界 本就存在的无尽雷霆 全部集中向那里 那些雷光 都是沿着朦胧的通道进去的 化成一头头恐怖的蛟龙 不死鸟 密密麻麻 第二层精神遗迹中 数十上百头巨大的雷霆神情 圣兽等 轰然爆发了 这里一记爆碎 四大高手在雷光中各自远去 有淡淡元神光洒落 他们都消失了 这么逼真吗 元神受伤 落下的光雨 像是洒落的血迹 有可能是妖族那姑娘受伤了 王轩说道 她的精神天眼捕捉到了战斗的画面 四人冲上了高更层的遗迹 但是没有看到 是谁的原神在咳学 片刻后 第二层遗迹那些瓦砺重现 再次具现化 并未就此消失干净 又有人进去了 居然可以自行复原 这地方大概率真有了不得的东西 竟来了多位巨头 王轩琢磨 一个满身都是血光 带着凶煞气息的生灵出现 人形 立身在耀眼的血轮中 极其伶俐 无比强势 大步走了进去 他 该不会就是那个明雪教祖吧 陈永杰问道 看着架势 以及那种血光 似乎是他 但是 这些老怪物不是良善之辈 说不定就冒充明雪呢 两人话语刚落毙 身在璀璨血光中的人形生灵 就被人阻击了 被一道黑影轰的一声轰在后背上 但是 血轮中的人有防备 那是血色虚深 并不是他真正的原神 他在另一个方位突兀的再现 老皮肤 你敢冒充我明雪 找死吧 早些那个黑袍男子出现 正是他在偷袭 你也不是明雪 难为我做什么 身处血光中的强者开口 脸色平淡 露出明雪教祖的样子 王轩和陈永杰 两人在下方的精神废墟中 面面相去 都感觉无语 明雪叫阻招谁惹谁了 两个绝世强者都在冒充他 这次老明要背锅 王轩低语 黑雾翻腾 血光冲销 两人数次大碰撞 最终都消失了 没有再继续下去 我觉得 宁可什么都不得到 我们也不进去了 就在这里长长见识吧 这群人没什么好鸟 都不是善茬 陈永杰到 同时 他们十分心惊 来的绝世人物 不止一两个了 超出了预料 这地方有那么大的造化吗 该不会神话腐朽 超凡江面 这地方的禁制 或者封印即将失效 所以 将这些人吸引来了 王轩和陈永杰对视 同时想到上面那种可能 都露出一色 昔日绝世强者 破不开的大阵 现在他们依旧在渴望 或许真的 涉及到了至宝 这里 也许是集一个璀璨文明 所有力量布置下的境地 不然的话 拦不住 那几位绝世强者 这也意味着 此地的造化 真的可能会震撼人心 第六层那里有人战斗 是方仙子 第六层精神遗迹中 一个白衣女子 和一头灰色的大蜘蛛在交手 那是古生物的精神残骸 极强 居然可以和当今的绝世强者过招 不过 他也只是能短暂交手而已 请客间 他就四分五裂 而后轰然解体 六位绝世高手 算上非常倒霉 被困在外的老张 共七位了 这里必然有至宝 陈永杰严肃地说道 天穷间 电闪雷鸣 云层很厚 不断披落下闪电 将废墟围成闪电之城 而虚空中 更有十层遗迹 一层又一层 直到云端都被光幕覆盖 彼此间有朦胧的通道连接 各位 你我又来到了这里 但今时不同往昔 超凡要消亡了 这里的静止也腐朽了 我们联手应该可以打开 六道身影 来到了第八层精神遗迹中 两女四男 都分开战力 各自戒备 那就是联手开启吧 一人说道 并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一时间 六道光交织 轰向第八层遗迹地 悬浮于虚空中的一扇石门 他的背后什么都没有 他的附近也无景物 但是 流人似乎都认定 他能开启出新天地 哄 同一时刻 六人全被攻击了 当场横飞 有元神之光一散 那等于是元神之血 溅落了出来 这种景象颇为害人 但是 那道理于虚空中的石门 确实被他们激活了 在其后方 渐渐浮现出一片朦胧之地 又接近真实的物质 从石门冲出 同一时间 这里的精神天地轰鸣 不断震荡 也同样被激活 情况不对啊 王轩和陈永杰 躲在闪电之城的废墟中 仰头观望 而后彻底呆住了 云层中 无尽的火堆亮起 彼此间有闪电相连 早先云层残迹上的 那些精神干湿 泪动的破骨 化成了一簇簇雷火 雷霆交织 巨大的闪电 勾连了天上地下 贯穿了整片虚空 闪电之城 越发地立体化了 竟显现出一种形状 它是一个巨大的人头 那雷霆 那火光 像是大脑皮层的生物垫 在彼此沟通 闪烁 传输信息 我们在哪里 似乎在它的下巴上 而那些六大爵士 强者所在的第八层 腾起刺目的火光 巨大的火堆 像是大脑的核心区域 璀璨之极 光雨蒸腾 像是要照亮 万古寂静的超凡夜空 第364章 精神地狱 云层中雷火相连 在虚空中交织 构架出巨大的头颅 悬空的十层遗迹 就是头颅中的核心区域 这个神话文明 当年一定强盛的可怕 王宣经道 这都多少个时代过去了 还能留下他们的境地 此时 整片闪电之城 都有了一种 让人要窒息的压迫感 这片宏大的遗迹 变得与众不同了 仿佛一个巨大的生命体 在复苏 哄 很多道雷霆落下 在无尽虚空中蔓延 交织 激活了整片古地 当 锁魂中震动 陈永杰头魂脑胀 被一道雷光击中了 还好这神中防御力惊人 并未发生所谓导电现象 反倒将雷光震散了 王宣的身上 也霹里啪啦作响 有刺目的电弧 在银色兽皮上蔓延 让他神色凝重 如果没有这种一宝 他们两个人可能就糊了 雷火太霸道了 地面的废墟都被击穿了 与此同时 废墟下 伸出一只又一只惨白的手 都没有血色 密密麻麻 从泥土中向外爬 精神世界中的尸体 两人发呆 而后 开始快速动手 一阵狂轰烂炸 银色的中波扩张 金色的漆面抖动 让这片地带 许多惨白的手炸开 然而 这根本没有多大效果 整座闪电之城 一时间鬼哭狼嚎 无穷无尽的怪物从泥土下 从土层中 快速地钻出来 顷刻间 整座城市炸窝了 各种怪物都有 很多都是从未见过 更未听闻过的种族 杀出去 远处 有人大叫 显然不止他们两个 还有其他 超凡者也进来了 但多为逍遥有层次的强者 也就他们两个 还在人世间觐见 远远望去 云层的雷电 与玄空的十层遗迹 以及地面的废墟 真是构建出一个磅礴的头颅 电光交织 眼窝由火光亮起 它似乎在缓缓睁开眼睛 这也导致遗迹中 像是地狱打开了门户 什么妖魔鬼怪都放出来了 发出精神咆哮 嗷嗷地叫着 让人头皮发麻 啊 远处有人惨叫 一位带着一宝进来的女子 被树石头像是 西方巨龙般的生物围住了 生生将它撕裂 彩林仙子 有人悲呼 那是仙界一位名 非常出名的仙子 和顾明熙 周青皇等人齐名 在大幕后 超越了地仙境界 结局却这么惨 她的元神 被撕成数十片 那些如同狮鬼般的巨龙 一代仙子惨死 杀 有人大吼 悲呼着 不知道是想要为彩林仙子报仇 还是想要突围出去 带着一些人向前杀 轰隆 废墟下 从深渊中跃出十几个无面人 都长着宽大的灵翅 急速划过长空 体质太强大了 他们像是飞行的天刀 但凡碰到外来的元神 都是以灵翅一批而过 斩杀元神 联手 结阵 有人吼着 那是奇连道 招呼妖族的修士 向他靠拢 扑 摩斯在另一个方位 手中 持着一柄青色魔刀 杀伤力惊人 一刀一个 在那里连披数十头 防污大的巨型蜘蛛 尽管那种 魔珠坚硬如铁 被砍中石火星四箭 但还是被肢解的 满地都是残尸 老陈也急眼了 刚才他都被一只 生有虎头鸟会的怪物 抓起来了 立着刺透他的肩甲 抓裂他的脊背 让他元神之光都流逝出去了 那等于是元神之血 呜呜 雪白法罗吹响 这边王轩也杀的是 满身都是腐肉 他被数十头猛禽围攻 每一头都有上百只眼睛 满头都是密密麻麻 会让部分人产生密集型恐惧症 所有眼睛都在击射元神之光 像是在扫射 数十头一起俯冲 同时围攻 铺天盖地 全是这种目光 如同利剑般贯穿下来 他的手掌 他的脖子 都曾被刺穿过 可见这些怪鸟的目光 杀伤力有多强 可杀逍遥游出气的元神 斩神起抖动 轰隆一声 他灭了一小群怪鸟 但是却也引来了更多的怪物 二十几头肤色惨白的巨人 都高足有百米 大脚落下 踩得废墟崩塌 这是什么见鬼的地方 这还是精神事件吗 我怎么感觉 我们杀进了地狱中 老臣叫道 别散开 向我这边靠拢 王轩喊道 真要被冲散的话 在这里就很难再聚了 满城都是尸鬼 到处都是雷霆 在划过虚空 说不定真就是地狱 原本也是人死后 精神魂魄前往地狱 而这里本就是精神事件 是相近的产物 陈永杰发猛 感觉太荒谬了 青天白日 活见地狱了 当 他阵中 银色涟漪扩张 轰隆一声 打碎一大片死气沉沉的 如同猛马像的怪物 腐肉漫天飞 巨大的肉块落下 都快将它糊住了 王轩摇动斩神起 此时 没什么可保留的 将那些巨人阵的暴碎 腐臭的血液 带着血的断骨 崩散开来 如同人间炼狱 一副屠宰场般的景象 分明是精神领域的怪物 可是眼下所见 和真实的流血的世界 没什么区别 你没事吧 摩斯杀了过来 很关心王轩 而且过程中 他直接将陈永杰 扒拉到一边去了 老陈气了得够呛 人和人的待遇 怎么这样大呢 如果不是看在他 勇猛地杀过来 很紧张王轩 陈永杰直接就翻脸了 没事 你自己小心 不用管我这里 各自突围向外杀 王轩开口 虽然误导了他 但是却不好意思 让他去拼命开路 将他支走了 第八层遗迹中 六位爵士高手 原本都是各自大幕中 数一数二的存在 现在都负伤了 洒落原神血 他们起身 向前走去 石门后方 一片朦胧之地 越发真实 有接近真实的超级物质 自开启的门户中 汹涌而出 外面乱了 我们的弟子门徒也进来了 再遭遇这个神话文明的 精神尸骸的屠杀 别管那么多了 等我们出去 也晚了 现在 先继续探索一记核心地狱 这里是一片古药园 是昔日的神话种地 曾栽种有天药 而且不止一株 但现在都枯死了 眼下所见 一株药草都没有剩下 不过 爵士高手并非为挖药而来 到了他们这种层次 都曾得到过天药 再多上一株 也没有明显效果 这是通向第九层的唯一道路 如果此地不险 第九层便会跟着一片荒芜 真实的景物 不会从虚物中诞生 据他们了解 这个神话文明游 擅长练宝 遗留下一些传说 都在预示他们 这个文明墙的离谱 可是 直至今日 人们都没有看到 这个文明的质宝出世 所以 大幕中的爵士高手 有理由怀疑 他们的质宝 有可能还封在这片境地中 轰动 当六位爵士高手 踏过古药园深处时 想要进入更高层的遗迹 古药园复苏 无尽的超物质挣腾 地面军裂 从下方扶起四座神像 都无面 不分男女 很忠性 流动着惊人的精神能量波动 遗留下一些神像 但是有用吗 黑袍男子出手 手中一道刀光 向前劈去 回应给他的是 一座神像暴涨 迎着他踏下来一个 三十米长的巨角 快到不死可思议 扭去了时空 将他一脚踏进了泥土中 哄 黑袍男子怒了 他是什么人 某篇大幕中的第一高手 居然被一个死物 一脚踩进地里去了 真是岂有此理 一个逝去的文明 留下的遗迹而已 也敢辱他 他满身都是光 元神力沸腾 他冲出来后 双手放大 快速向着石像压去 化成璀璨的剪刀 咔嚓一声 将那石像截断了 然而 石像断裂后 精神力沸腾 再次重组 各位别等着了 摧毁这些精神雕像 没有时间可耽搁 万一有至宝的话 等他复苏 积攒到足够的力量后 可能就飞走了 血色光轮中的 明雪教祖说道 跟着向前杀去 白衣无瑕的女方是 满身精霞的高大男子 戴着银色面具的神秘人 还有红衣妖主 四人也动手了 元神璀璨 绝世锋芒毕露 这里爆发大战 最终 四大精神雕像 都被轰碎了 这像是一个神话文明 昔日圣祖遗留的精神象征 这么多年过去 还如此可怕 可见他们当年的强大 你们在这里寻找下 说不定还有天药蛰伏 熬过了超凡之火 熄灭的漫长黑夜 有人开口 从袍袖中放出几个元神 有人带着手下进来 这种无关紧要的事 不值得他自己亲自动手 事实上 不只是他 其他几人有样学样 都放出一些元神 都是各自的弟子门徒 就连红衣妖主 都放出几个女性妖先 让他们寻找自己的机缘 然后 这些强大的元神都动了 挖地三尺 检查所有古建筑 连干枯的盆景都不放过 寻觅天药 轰动 六大高手代表了 六片大幕中的最高战力 现在联手后 实力逆天 他们轰开了 通向第九层的同门 虽然他们自身 有颗元神之血了 但是 确实成功了 第一时间杀了进去 他们欲敢接近之宝了 啊 真有天药 被刚才的动静震出来了 第八层的古药园中 有人惊呼 事实上 所有人都看到了 这片药园崩裂 地底深处有仙光冲销 有药箱扑鼻 天药主动飞了上来 想要逃走 堵住出口 哈哈 想不到啊 我等也有机会得到天药 这种无上神物 历来都只属于绝世强者 偶尔会赐给他们 最宠爱的后人 或者一波传人 他们这些人都很强 有些是上古巨妖 有些是上古真仙 但是 从未有机会接近天药 地面废墟中 陈永杰诅咒 都想骂娘了 刚才第九层 遗迹入口的同门被打开后 再次震动巨大的头颅 雷火愈发璀璨了 电光交织 至于城中 妖魔鬼怪爆满了 到了现在 都不是人挤人 人挤怪物的问题了 将废墟填满了 都快没法动弹了 这时 没人敢在地面待着 全飞上天空 迎着雷霆 进入闪电间 王轩和老陈 自然也跑路了 一路飞腾 一展神奇和锁魂中 对抗雷光 跑到第八层遗迹外面 事实上 还有不少超凡者 直接从第一层 遗迹入口处 向里闯呢 他们两人可不敢尝试 怕被绝世高手针对 估摸着不止一两人 会对他们下黑手 天药 属于我们了 第八层遗迹中 有人在大笑 在对抗 各斩手段 尝试捕捉绚烂的天药 他们与王轩他们 隔着一层朦胧的光幕 双方彼此能够看到 但是却无法接近 这是一个神话文明的火光 形成的保护结界 王轩 嘿 在外面看着吧 等着被精神师还追杀吧 而我们在捕捉天药 嘿嘿 有人笑得畅快 奚落外面的两人 好好逃命去吧 当心别被试鬼分时 不然会原神涌进 有人严余 建议他们 还是速速逃命去吧 陈永结气的拿大中 轰击朦胧的结界 框框作响 然而根本打不开 瞬间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看向王轩 然后他就淡定了 洋装继续轰结界 但眼底深处 却是绚烂的神光 无比期待 王轩转过身去 面对追来的尸鬼 继续反杀 同时他不动声色 取出的自视的月亮的上的余线 和得自老中家的掉沟 准备掉天药 第三百六十五章 寂寞无敌吊神 结界中 天药逃窜 像是流火掠过空间 火红 形态像是某种海藻 流动萌萌红光 数次闪避过巨妖的大手 还有一株天药蓝幽幽 四片叶子发粘 并粘粘 搭拉着 但每次一栋都留下残影 多次避开古线的风部 妖怪 放开那株天药 让我来 陈永结捣乱 在结界外大吼 拼命用锁魂中 轰击光雾 刚路过这里 他贴在结界上的脸扇来 砰的一声 震耳欲聋 结界只是轻微颤了一下 你没吃饭吗 连我的脸都打不动 废药 陈永结的脸 依旧挨着结界 明明被攻击了 还一副俯视的姿态 招惹对方 连王轩都看不过去了 觉得换成自己的话 肯定想给他那张脸来挤巴掌 太欠走了 不得不说 那大妖魔涵养很好 他长发乌黑 发际中以金色淋雨为簪 冷冷地看了老陈一眼 默默转过身去 然后一屁股坐在结界上 陈永结愕然 而后怪叫 被气了个够呛 妖魔起脸 尽管隔着结界呢 也让他隔应 在那里直跳脚 愚蠢的妖怪 你找死吗 当然 这么做也是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那株红色的天药逃过一结 并没有被抓到 快点 天药被捉住了 我拖延不下去了 哇的 被上骨巨腰的屁股夯在脸上 我付出太多了 陈永结暗中催促 结界中 两株天药东躲西藏 即便要圆子很大 可是 他们也快被堵住了 眼看就不行了 王轩连着挥动了 十几次斩神棋 干掉四头 类似巨龙的怪物 也打死树枝白眼猛禽 以精神天眼 锁定一株天药后 准备出手 来了 就是此时 好机会啊 陈永结的心都提起来了 那株掌势很好 如火红海藻的天药 惊慌失措 又逃到这块区域来了 砰的一声 他撞上结界了 距离王轩和陈永结非常近 就隔着一层朦胧的光雾 咻 王轩果断出手 钻井掉线 将吊钩抛了出去 洞穿结界 瞬间挂向那珠红灿灿 隐约间 可闻到清香的西式神物 然后 陈永结眼睛直了 简直不敢相信 没中 这么近的距离 居然都能打偏 这是钓鱼人的耻辱 我来 他不知道是热血上冲 还是怒血上窜脑门 忍受不了 这么近都打不住鱼儿 不可原谅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 电光石火间 王轩果断扔给他了 他确实休难 平日 他钓过敌人 但是很少去钓真正的鱼 有钓鱼之心 没有真实钓鱼的手艺 陈永结就不同了 在旧土那个 设计院附属公司上班 还是王轩的顶头上司时 他每天中午都去锤钓 名副其实的老钓鱼人了 嗖 钓钩翻飞 划出优美的轨迹 追击了出去 原本那株红色的天药 带动着大片赤匣都再次飞了出去 远离了结界 又一次快被上古巨妖给抓住了 在这关键时刻 吊钩带着金银的丝线 羞的一声 船头虚空 后发先至 接近这里 将天药的根须勾住了 那个以金色铃鱼为赞的巨妖 大手都摸到天药了 眼看就到手了 这时眼睛瞪圆 发生一声沉闷的咆哮 细腻的纹落自止端蔓延 想要锁住西式神物 但是 嗖的一声 这条吊线和吊钩太特殊了 如浮动的光 没影了 被老陈拉出结界 并一把钻住了 扑腾着想要逃走的火红天药 这就是钓鱼的人的精神 钓鱼人的魂 永不放弃 从不空决 他抱着两尺多长 要像浓郁芬芳的天药 在那里大笑不已 结界中一群古仙和巨妖竿瞪眼 这滋味太难受了 被人截胡 猎仙气的全都冲过来了 轰击朦胧的光雾 但根本打不动 手艺不错 王轩也赞叹 如果没有老陈 换成是他自己的话 还真可能甘着急 钓不到这柱天药 钓神 可不是白风的 在业界我也是赫赫有名了 寂寞无敌 独掉千古寒江雪 老陈美滋滋 将天药向王轩怀里一塞 准备去钓第二柱 一群上古巨妖和古仙 眼睛都红了 全都盯着他 都在防备呢 彻底隔断了 他和那猪蓝幽幽的天药间的虚空 以人强阻挡 不给他机会了 你们什么意思 不讲究 小心我直接吊人 你 就是你 妖女 快靠边站 不然的话 将你吊出来 然而 这种威胁没有用 那个堵住正路的妖女 连部款款 舔了舔红唇 对他比划了一个歌喉的动作 根本不在乎 对 你接着挑衅 我再仔细找一找 王轩怀疑 古药园可能还有天药没出来呢 他的精神天眼全开 纹里密集 扫过每一寸土地 这片药园子很大 看得出当年 培育了大量的精神大药 种类繁多 规划出很多块药田 纵然是天药 大概也不止一两株 还真有 王轩心头巨跳 在那泥土下 最底部区域 有一株像是仙人掌般的天药 它通体接近透明 宛若水晶 凸起的尖刺 一片又一片浑厚的叶子 像是鬼斧神工的杰出的艺术品 此外 在它近前 还有一株黯淡无光的干枯树根 上面钉着一根婴儿手臂粗的铁签子 看其形态 像是大铁钉 刺透骨树根核心位置 王轩不禁动容 那铁签子上 铭刻着繁复的图案 像是静置 居然用来刺穿一株树根 该不会是一株天药的根吧 它来头很大 被人这样禁锢了 若是这样的话 当年下手的人也够狠的 宁愿他哭死在这里 也不想放他走 有点毒啊 老陈 地底下还有两株药 一死一活 你有把握同时调出来吗 王轩传音 惠徒 只要能把握到鱼儿的分布状况 我一毛一个准 陈永杰自信满满 那两孙子在干什么 天啊 他们捕捉到一株天药 找人围攻 干死他们 祁怜道在远空出现 周围跟着几名妖魔 真是天药 不可思议 这都能让他们得手 拼了 多喊一些人 最主要的是 吸引一些凶猛的怪物 当免费打手 去围攻他们 有大妖低语道 对于那两人得到天药 十分极恨 想下狠招 但是 祁怜道自己却后退了 而后跑了 并没有跟着行动 因为他心中 竟突然有些坠坠不安 嗷 一声精神咆哮 闪电之城的地下 跃起一头腐烂的龙形怪物 太强大了 摧枯拉朽 没有什么人能够抵挡 逍遥游出气的超反者 被他一尾八嫂中 也是元神爆散 我去 来了 他冲着我们来了 老陈还没甩钩呢 那头腐烂的精神遗骸 就冲上来了 仔细看 其实不是真龙 而是一条大虫 无鳞片 无鸡脚 但有四爪 喷吐粘液 能瞬息腐蚀掉一个人的元神 你别管这些 专心钓鱼 钓天药 我来对付他 王轩将火红的天药 塞进锁魂中内 扣在老陈的脑袋上 道 这可是成熟体的天药 短期内 借他近逍遥游境界 都没问题 陈永杰顿时被刺激的眼中冒蓝光 手里的吊线摆动着 钩子晃来晃去 这同样刺激的结界中的猎仙 都恶狠狠地盯着他 还想虎口夺食 做梦吧 和尚 你再钓一个试试看 真要再得手 我输给你什么都行 那个头上插着金色淋雨的巨腰开口 毛子开合 腰光闪烁 他惦记上老陈了 想夺吊线和吊钩 真要是被他一把抓住 谁吊谁啊 他会将对方拖进来 连人带天药都拿下 陈永杰起初没搭理他 背着狗跃的妖魔 一屁股坐在脸上 他心里很不舒服 看他不顺眼 不想说话 偏偏那头拘腰挑衅 一口一个和尚的招呼他 老陈不耐烦了 道 你才是和尚 你们全家才是和尚 我要是钓到一株天药 你给我当徒弟如何 我说什么 你做什么 以后听我的 可以 那头巨妖弹笑 陈永杰觉得 这似乎不是一头好妖 外面 电闪雷鸣 黄蜂大作 王轩用斩神旗 轰散十几波闪电 在这片区域 不光有怪物 有精神诗鬼 还有密尼麻麻的闪电 庞大的云层和城市 构建出的大脑激活了 愈发恐怖 那头大虫子来了 和王轩激动 强大的离谱 震得王轩手臂发麻 这莫不是接近 绝世高手的水准了 他喷吐出的黏液 尤为恶心 能轻易腐蚀掉元神 这还是受限 是天花板压制的结果 如若不然 他该不会真的能够 轻易杀死猎仙吧 王轩催动斩神旗 以金色纹理 和红色能量物质 摧毁那些黏液 旗面终于劈中了他 给他切了一段香肠 尾巴断掉后 他痛吼着 静 逃走了 没有死磕到底 王轩冷冷地 朝着一个方向望去 有几个逍遥游出气的妖魔 脸色变了 躲在怪物群中 直接逃走 那感神气太厉害了 握在手中 简直难以匹敌 连那头虫龙都挡不住他 离谱啊 不愧是仅次于 至宝的上古神物 几头妖魔叹息 都逃了 不想去和王轩厮杀 结界前 陈永杰围绕着这片区域转悠 盯着古药园中 那朱正在逃窜的 蓝幽幽的天药 似乎在找下手的机会 那名巨妖 也没有逼得过境 给了他充分 可以抛吊钩的机会 为的是引他出手 然后反过来抓鱼线 调走老陈 只要不堵在结界境前 一切都好说 陈永杰转了大半圈 突然出手 烈仙恶然 这个愚蠢的人类 手滑了吧 将吊钩抛到哪里去了 偏离的方位也太远了 快 拦住他 以金色羽毛插在发际中 当簪子的巨妖 第一时间大吼 让那片区域的人出手 拥有吊星的人最了解彼此 他本能觉得不对劲 但他离那里太远了 让别人阻拦 晚了 吊神的境界你不懂 陈永杰黑黑地笑着 已经迅速收线 嗖的一声 已然勾住枯死的树根 吊线还缠着 一株接近透明的 仙人掌状态的天药 还有天药 古药园中 一群人封魔了 各种法宝 密密麻麻的攻击术法 全都招呼了过去 确实已经晚了 在吊天药前 陈永杰就选好了最佳吊位 从容而稳妥地 将天药带出了结界 即便是超凡领域的前辈高人 现在也无法淡定了 有人咆哮 有人吐口芬芳 这种被连续两次截胡的心情 简直无法言表 让他们难受得要死 胸腔都要炸裂了 徒弟 我勉为其难收下 陈永杰喊道 心情大怨 然而 下一刻 他脸色惨白 原神战利 手中的天药 差点都脱手而去 浑身发软 都没有力气了 这是一种原字精神上的震慑 像是有数百柄大铁锤 砸在人的头颅上 让原神剧痛 难以抵御 便是王轩 也觉得如苍穹压顶 几倍都要被压弯了 他手持斩神奇艰难转身 面对那个生物